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优势就是在我们选择多样化 因为一般你看到的碗肉几乎都是只有牛肉 那因为我们的门市多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出牛肉猪肉鸡肉 三种不同特色的看板肉 那像鸡肉的部分啊 我们是沿用了台北牛席的配方 那猪肉的部分我们用的是台数的金砖猪 那牛肉本来就是胡同的强项 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商品种类灵活而且丰富 不吃牛的客人都可以到我们门市来消费 我们特色的话主要是汉堡排 我们是新鲜现打的 然后现烤这样子 座位的话我们吧台是七个位置 然后桌子这边的话是二十个位置 然后有独立的空间 菜单的话我们目前有四款 然后第一款是日本的A5和牛 然后还有金井鸡的 然后还有金钻猪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特色的话 是牛鸡猪招牌口味 那我们主要建议客人先吃我们肉质的原味 然后后面可以搭配我们大城的生鸡蛋使用 然后沾那个蛋黄 然后接下来可以六款酱料的话 依照客人自己喜欢的口味做搭配 六款酱料的话我们有清零蒜泥 然后开动的松露菌菇酱 然后还有芥末盐葱酱 还有果香辣椒酱 还有开动一号烧肉酱 跟胡同的蜜制椒盐 最推荐的话我们是芥末盐葱酱 对 因为它有芥末酱辣的口感 然后可以搭配盐中比较清爽的口味 那你们今天点什么口味呢 都点像是综合的汉堡排 或者是和牛汉堡排我们都有点 那我们不喜欢吃哪一个口味 其实是猪肉耶 猪肉比较香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今天点招牌综合 牛肉吧 我觉得牛肉的口感 跟里面的肉汁有蛮符合期待跟预期 对对对 那就是它可以吃盘喔 台湾的263票是用的 那今天续了几个 呃 哈哈哈哈 14颗 哦有啊有吃完早餐 呃暖胃啊 吃完新的就是 呃 那再来可以转站 别间 对继续吃四颗 对对对对 期待晚餐啊 就是一开始是综合的 那还蛮喜欢牛肉的部分这样 对 今天站立没有刚刚它厉害 大概九颗八颗而已 对 嗯 我觉得还不错 有包足感 对 然后配那个酱料还不错 哦我们预计第一间门市改装完之后 应该在今年我们在北中南 呃会陆续开出三到四间的 宴的玩肉这个品牌的门市 哦目前我们是都规划在中午时段 呃因为刚好我们部分的门市 它是中午没有营业 那我们就有想说 我们如何去将门市的效益极大化 所以我们就将这品牌 顺势的放在我们中午没有营业的门市里面 因为应该你是在经参的 有线洋市里面 没有对 我们不好了 我觉得这个主要 alliance 您一定要 prendre 那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